才过去两个月 美国服软了 恶人自有恶报 土耳其也有翻车的时候 关于土耳其执意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 美国曾多次给出威胁和警告 在7月份 美国正式将土耳其踢出F35战机合作项目 原定2020年 土耳其开始生产F35部分零件的安排也被取消 但在近日 根据推特上一段视频和土耳其媒体报道称 美国领袖的亲密盟友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 我们试图让他们重返F35项目 制裁过了两个月 美国就态度突变服软了 事实上 美国看起来对土耳其很强硬 但是并没有完全关上F35的大门 扬言的一系列制裁 包括制裁土耳其最大国有银行 却是不了了之 然而印度当时想要S400系统时 被美国好一顿制裁 可以说 这个态度对比已经相当明显了 美国对土耳其如此纵容 是因为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可极大的牵制俄罗斯和中东反美势力 格雷厄姆还强调 土耳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 不仅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整个地区都是如此 但是土耳其领袖似乎有些得意忘形 前段时间还前往俄罗斯亲密对话 S400不够 还想买F57 这是美国最不愿接受的 因此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斯塔弗里迪斯表示 放任土耳其投入俄罗斯的怀抱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对此美国似乎还是下定决心 要对土耳其动手了 有分析称 如果美国不愿向土耳其出售F35 这笔军售就白白便宜俄罗斯了 自己的盟友当然是自己坑 F35战机不仅是美国军售的摇钱术 同时还是一个巨坑级的存在 美国自己的评估报告显示 F35战机存在近千项缺陷 这也使得后续改进维修都需要一大笔巨额资金 到时候这自然要盟友割肉 当美国决定将F35出售给土耳其的时候 土耳其就准备好挨坑吧 两头逢云的日子可没那么好过 美俄两大国之间荡秋千 难免有绳子断的那天 土耳其还是准备好怎么给美国送钱吧 放任土耳其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